先来关心黑心油的事件影响范围 就连学校的营养午餐也沦陷了 新北市一共有12间学校来使用大同的油品 中和和英哥地区就占了三分之二 虽然教育局已经紧急来更换各校的油品 但对小朋友的健康已经是造成了影响 大同黑心油事件持续延烧 让新北市许多学校营养午餐也深受其害 其中中和以及英哥地区包括 将和、自强、中和、积税国中 仓服、英哥、凤鸣、永吉国校都中标 占了全新北市三分之二 家长气氛不已 生怕长期使用对孩子造成严重影响 而新北市议员秋风瑶则要求 为福部因严格彻查并加强把关 在GMP的一些政治标章的一些把关方面 其实要真的做得更落实更彻底 那对于这些可能定期筛检的部分 还有这些多抽检的一些种类 其实要更多一些更多原因的 而且不要针对单一个项目来做抽查 可能变成厂商恶劣的一些厂商 他针对就是单一项目的一个检验 他们去规避这样的一些责任 那我们其他没有做一些 其他一些科学的一些方法的检验 让它能够规避 其实这方面我们要请那个有关单位 这边也请做更详细的一些测验 这12间受害学校目前已经紧急更换油品 不过另外区内还有45间学校使用复卫箱油品 虽然检验结果还没出炉 但新北市教育局表示 考虑学生健康也全面停用 那有关副卫箱的部分 目前我们也清查了 有学校有使用到这个产品 那是因为这个产品 目前它正由食品药物管理署 进行相关检验当中 但是也基于学生的一个健康安全的考验 我们目前也要求学校暂停使用该油品 那至于后续有关相关涉及到 所谓球场的部分 目前也请我们学校按照合约的部分 跟我们的午餐的供应的叶子在眼里当中 苏华季毒淀粉到最近的黑心油事件 台湾近年来许多黑心食品事件已在爆发 许多食品都还是经过认证的 政府把关不严谨 反应又慢半拍 让人质疑台湾还有东西能吃吗